另外带来看到的是亚都立志饭店董事长 也是工艺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颜长寿 接受北加州台大校友会等侨团邀请 前往美国旧金山湾区 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翻转的力量 你就是改变的起点的专题演讲 包括驻旧金山办事处副处长蔡强华等 一千三百多人出席聆听盛况空前 一天多言涌进旧金山湾区的圣塔克拉拉会议中心里 为的是要参与亚都立志饭店董事长 也是工艺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颜长寿 以翻转的力量 你就是改变的起点的专题演讲 驻旧金山办事处副处长蔡强华 更是亲自出席这场盛会 有见于贫富差距拉大 公平正义沦丧 政治短视尽力 社会面貌急速变化 颜董事长认为 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最光明的时候 新的力量已经慢慢浮现 公民社会已露曙光 不论是教育 政治 媒体 或年轻人的未来 乃至于台湾的未来 解决问题的答案 不在政府 不在立法院 不在媒体 而在你我 学以后要能够思考 最后要能够表达 当他能够表达了以后 他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经验 所以严格说起来 其实教育的改变 可能影响到在座的每一个朋友 不管是你的下一代 或者是你的下下代 其实它都非常重要 可是新的教育的方法 必须面对着趁着现在 全世界还在那边摸索的时候 我们要赶快做好情谊 2011年 严长寿以从工作到公益为题 在美国发表系列演讲 引起极大回响 在累积更多 第一线推动公益经验与观察后 近年来严董事长投身公益 全心全力的从艺术文化生根 教育扎根 观光产业辅导等 协助台湾偏乡弱势地区 与原住民团体等 他说台湾人民非常有热忱 在乌拉克风灾 日本311大地震 和中国汶川大地震时期 都展现出慈悲心 但救灾真正需要的 不只有横向资源 更需要纵向资源 需要长期陪伴和永续经营 严长寿观察到偏乡教育 是个大问题 他说偏向孩子家庭收入低 孩子们对自己有期许 但缺乏机会 需要先把他们找出来 明年他还将在台东办高中 并把他办成国际学校 目前严长寿还担任 宜兰慈欣华德福学校董事长 学校主张不给学童 现成的玩具 而是教给他们自制玩具 也不给学童看电视 以免孩子从小就受电视的不良影响 严长寿觉得很多家长忙着赚钱 将孩子教育完全丢给学校与补习班 忽略本身的责任 其中八卦了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们对那个台湾弱势 台东的小朋友跟整个社会 造成很大的positive的影响 希望更多更多的人能够注意这件事情 把教育转过来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公益平台 然后帮助更多更多的弱势的小朋友 严长寿这次是接受包括 北加州台大校友会等朝团邀请 进行三个小时的演讲 希望唤起大众的共识 结合大家的力量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另外他还想要召集更多的志工 愿意为公益而努力 未来将赞助原住民学生 前往美国念书 希望寻找愿意接待的家庭 结束首场访美演讲之后 严长寿也将在洛杉矶 休斯顿以及纽约进行专题演讲 行程满打 台湾人士 我们本出美国圣河西采访报道